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撑住着她的一举一动 李绍兵被评为见义勇为的英雄 从事理到单位还有社会捐款 给的补偿款达到了120万之多 钱全部给何如是有原因的 李绍兵家里条件不错 他又是独子 如今人没了 何如肚子里的孩子是他们李家的命根子和全部的希望 李家是想用这笔钱收买何如生下孩子 如果何如是个心狠的女人 本可以把孩子打掉还是新的生活 毕竟他那么年轻 孩子也就才四个月 可是他爱李绍兵 有感情在 还有那个英雄妻子的光环戴在头上 他不生孩子 不仅对不起李家 还对不起全社会的同情 经过最初几年的精神疼痛后 孩子如今也三岁了 渐渐走出阴霾的何如 认识了孟凡 孟凡的妻子是车祸去世的 同何如信心相惜 就像在困境中相互取暖 两个人从彼此开导 到互受爱慕 何如做出结婚的决定挺不容易的 他和孟凡不一样 孟凡是个普通人 他却更像个小名人 都过了四年 还每天有人在他的微博下面留言 想知道他和孩子的近况 就在上个月 电视台和他联系要做档节目 但他以孩子太小 不想被打扰拒绝了 他的再婚 势必又会引发一次瞩目 预料到可能发生的种种状况 何如本打算悄悄地把证领了 等过些时日 再找个合适的机会官宣 然而事事难料 那天一早 何如的公婆和两个姑姑 以讨伐的态度 气势汹汹地找来了 他们开门见山 拍着桌子说 何如 这些年李家可没亏待你 钱都给你拿着 对我们的亲孙子 更是没得说 你说想调工作就给你调 你说想辞职就辞职 现在你说要结婚就结婚 的确 这么年轻让你守一辈子也不可能 但你有这种想法 到时早点和我们说 让我们也有个心理准备 怎么个准备法 无非是想要孩子和钱 苦情细谁不会演 何如的脸上堆满苦涩 我知道是有点突然 可是我总得向前看 而且我也有自己的苦衷 你可以往前看 但钱得分分清楚 当年你拿走那么多钱 现在把我们晾一边 必须把老人和孩子那份钱还回来 你爱上能上哪 钱 还是因为钱 终于扯到正题上 何如并不打算给他们这笔钱 是因为他的钱已经和孟凡投资开了儿童乐园 何如是被孟凡说服投资儿童乐园的 他拥有一半的股份 两个人一旦把经济捆绑在一起 心里都有点毛出处的 何如之所以急于结婚 也是不想自己的钱打了水漂 何如承诺过 如果两个人结婚 他可以把他的房子加上何如的名字 何如和李绍兵结婚时 李家给他们买房子 也没有何如的份 相比之下孟凡似乎更厚的 何如无奈地拿出一张合同 推到几位老人面前 咱们以前签有协议 钱是我的 生孩子的也是我 我可以给你们十万 算这几年你们仨还在身上的花销补偿 几个老人当时火了 那是在你不改嫁的情况下 现在你是拿着少兵的命钱给别人 这场谈判如预计一样不婚而散 其实何如并不想和李家闹分 当初李绍兵刚去世的时候 他爸妈想把他接回去 李家死活不同意 活不甚至下轨发誓把钱都给他 只要他把孩子生下来给李家留个后 等将来他想再婚的时候 他们绝不拦着 可真要到了再婚的时候 李家便挂了 李家明着说 是其他应该提前打个招呼 实际上是怕他带走孩子 因为从任何方面来讲 何如都是抚养孩子的最佳人选 于是他们又顾忌重施 想用钱要求他留下孩子 这怎么可能 孩子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 又不是物品可以买卖 何如当然不会同意 他把仅剩的十万元留下 也算买得安心 毕竟这些年李家对他不保 何如想得太简单了 而李家做得很绝 那天他去幼儿园接孩子放学 却被老师告诉孩子的爷爷接走了 因为以前公婆经常去接孩子 老师也没拦着 何如只好硬着头皮给公婆打电话 两位老人在那头嚷嚷 从今天起 你休想把我们的孙子带走 何如也没争辩 反正第二天就能见到 可是没想到从那之后 李家便把他们儿子藏了起来 他实在气不过 找到排出所 可家务是怎么管 而且何如也不想把关系闹得太僵 警察上门调解也是无果 更让何如想不到的是 有天回家 他发现自家门锁被换了 原来李家让他把房子腾出来 既然他有了眼男人 就不能再霸占他们的房子 这有点欺人太甚了 不就是想逼着他把孩子给他们 不就是不想让他改嫁 何如后悔没早点买到房子 也不至于连个安身立命之所都没有 他从来没想到再婚会遭到李家这么强烈的反对 无奈之下何如只能暂时搬进孟凡的家 以前孟凡邀请过他几次 他都没有同意 谁知道竟然落魄至此 李家一看他不顾大家脸面搬进了孟凡家 是铁了心的要价 他们使出杀手锏 把他给告了 有天晚上 孟凡从网上给何如发了一个链接 他点开以后就蒙了 李家和他打官司的事 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而他几天没上微博 才发现他的微博留言板也快炸了 大家都骂他不厚道 这么多年拿着老公的命钱 还不分给婆家一分一毫 真是个蛇蜥心肠的女人 何如的头顿时大成两个 他们真是道德绑架 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声讨的 如果仅仅是打官司 何如最多痛苦一阵子 他可以不要脸 在网上发声明 把当年双方签的协议摆出来 最后闹得鱼死网户 各不往来 可怪就怪在 他曾经是李绍兵的妻子 是大家关注的对象 这场官司的背景 也被人们不辞劳苦地深挖了出来 何如和孟凡的恋情自然被拔 两个人投资儿童乐园被挖 有人甚至造谣 他们早在李绍兵活着的时候 就鬼混在一起 他和孟凡约会的照片 在网上随处可见 使他一发不可收审 发酵成一出好戏 网友们两极分化 一方祝福他走出阴霾 获得新的幸福 另外一方 就把他钉在耻辱柱上 李绍兵已经死了 他凭什么拿着他的卖命钱 逍遥自在 他不能这样亵渎英雄的爱情 何如走到路上 都觉得有无数根手指 在戳他自己两股 他被跟踪被偷拍 跟个流量明星似的 甚至有人往他的邮箱里 发当年李绍兵出事的视频 质问他看到这个视频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发出这种灵魂拷问的人 都长着一对正义的翅膀 他们投资的儿童乐园 也成了这点 有天 有人组团到儿童乐园门口拍视频 工作人员 同那些拍视频的起了冲突 双方都有受伤 还惊动了警察 何如感到拍出所时 孟凡也被打得鼻精脸肿 他心里很难受 却说不出来一个字 事情因他而紧 这是不争的事实 回家路上 孟凡切记败坏地说 这都是什么事 你还真是名人 话里话外 都是对何如的抱怨 何如满是委屈和愧疚 他的日子被搅和得一团糟糕 照谁说理去 实在无力 在和孟凡争执 那段时间 何如都快抑郁了 每天压抑到崩溃 而没过多久 又有人举报儿童乐园 有安全隐患 随后乐园被查封 员工暂时不能遣散 工资和房租 每天都要开支 孟凡到处疏通关系 经常一餐饭 就吃掉上碗 账上的钱像水一样 哗哗地往外流 何如和孟凡之间的 矛盾彻底爆发 孟凡对此颇有微词 如果不是因为何如 他怎么能亏这么多钱 何如说 谁都不想变成这样 你让我怎么办 孟凡冷嘲热讽地说 本来以为能靠你的影响力 为生意锦上添花 谁知道 会落得如此下场 多可笑 看能有什么影响力 不就是把生意 往死路上逼 不出事倒也恩爱 一出事 感情瞬间洗碎 两个人大吵一架 分手是何如提出来的 孟凡没有挽留 当天就在儿童乐园门口 挂了转让的牌子 后来是亏本转让的 价格只有原来总投资的一半 再加上亏损的钱 何如最终只拿到了三十多万 何如从孟凡家里搬了出来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他被两次扫地出门 第一次是被李家 第二次是被孟凡 拖着行李走在街头的他 真相知无处可贵的流浪狗 再昏成了个笑话 如果孟凡那时 看上他的那点钱不明 现在这两样都没有了 出了一身臭名 喝一盆脏水 估计没有哪个男人 敢回当街盘侠 李家也没想到 事情会闹得不可收拾 他们慈悲地发了善心 同意和如可以看看孩子 孩子是他生的他养的 凭什么见孩子 还要经过他们的允许 如果不是他们去告他 如果不是他们 在网上造声是臭他 事情怎么可能闹到这个地步 他怎么会变得如此悲惨 何如咽不下这口气 罪魁祸首应该得到报应 于是这次 他把李家告上了法庭 告他们不经监护人 同意私自带走孩子 既然无法往回关系 那就一丝到底 终于能见到自己的孩子 还是在调解的法庭上 孩子看到他 显得又陌生又胆怯 躲在男的怀里不肯过来 真不知道李家 怎么给一个三岁的孩子 洗了脑 像是做了一场梦 何如在调解法官面前 他失态地痛哭流涕 眼泪像是泄渣洪水奔涌而出 最后的结果是 孩子太小 还是应该跟着监护人何如 但爷爷奶奶有群探视 至于那笔赔偿金 李家没有一分 何如承诺的十万块钱 他们也不要 算是给孙子的钱 双风签协议的时候 何如觉得他们都好可悲 兜兜转转一大圈 似乎又回到了生活的原点 李家依旧是李家 他也没能再婚 还是带着孩子的单亲母亲 如果有下次再婚的机会呢 也许再也不会有了吧 何如关掉了他的微博 他再也不想做英雄李绍兵的前妻 他只是单身女人何如 他用手头的钱 付了一套小房子的首付 其余的投资 在网上卖婴儿用品 通常呢 他就自己送货上门 还省费用 有次他给一客户送奶粉 来楼下纸货的人 竟然是梦凡 这才一年没见 他都当爹了 孟凡也没想过会遇到何如 还有点不好意思的问 你生意怎么样 何如淡淡的说 还好 一个字也没多说 何如后来去看过 那个儿童乐园又开了起来 生意还算凑合 老板不是别人 正是孟凡后来的妻子 从何如和孟凡手里 接手过这个乐园时 他应该早就和孟凡好上了 何如还见过那时 去拍视频杂场子的人 正在那里帮忙 他才恍然明白 那些拍视频的人 是孟凡找来的 大家是设计好的 乐园被查封 以及转让 也是设计之内的 孟凡只不过是 需要他那笔资金 至于他这个人 他应该压根就没有爱过 从头到尾 他只是孟凡师傅路上的 一颗棋子而已 就像曾经 孩子也更多是 他的棋子一样 他用孩子从公婆那里 交换了那笔钱 扔掉了自我 然后当他想找回自我时 他又失去了钱 但明白也迟了 孩子不能塞回肚子里 砸在孟凡那儿的钱 也不可能再要回来 也是报应的一种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记得下次与您的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伯 祝队